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一下转,看见一大群人,就怜悯他们,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,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 但是,马尔古福音讲调,耶稣先慢慢地教训那些人,那些群众。 以后,要给他们吃,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福音,是耶稣做这个大奇迹,是为那么多人,为那么多人,这些绵饼,鱼,养育了他们。 可是,先,耶稣要慢慢地教训他们。 那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刚才听的,都是来自耶稣的怜悯。 耶稣的人子,他怜悯人类的时候,他要养育他们。 可是,要满足他们的这个渴望,都包括灵魂跟身体。 人就是这样子。 人有身体方面的需要,要吃,可是人也有灵魂上的需要。 他需要救恩。 所以,耶稣先教训他们,让他们看到他们需要什么,让他们感觉到对天主的渴望,然后呢,都要给他们东西吃。 所以,这个耶稣的,可以说,他的许性,耶稣的真理,就是灵魂。 灵魂呢,是食粮。 那这个食粮呢,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产生生命,让我们的身体保持生命。 可是呢,可是呢,耶稣是灵魂,也是这个食粮,除了基本的营养,也是最需要的灵魂的食粮。 耶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灵魂,我们需要他的真理,我们需要他的生命,我们需要他的道路。 那这些人呢,耶稣看到他们,这些群人,为什么怜悯他们? 因为,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 没有牧人的羊呢,意思是说,他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意义。 他们的灵魂,他们的灵魂缺乏这个天主的灵灾。 所以,耶稣要把自己嫁给他们,把自己当作这个食粮,身体和灵魂的食粮。 所以,耶稣就是我们的灵魂的,那么好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榜样。 那,降生成人的天主的圣言,耶稣基督,他给人所需要的,最需要的就是生命。 所以,如同那个灵魂就是为神体的生命,那耶稣的话,耶稣的圣言,是我们的灵魂的生命。 因为他就讲天主的真理。 一个,我们跟天主的关系,怎么样的关系呢? 就是父子关系。 那个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。 那,马尔古福音跟其他的福音者都会觉得,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, 就是拿祂给我们的食粮,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开始。 是我们的救恩的根,而它会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好的意义,永恒的意义,满意的意义。 那,最后呢,我们可以天天地回到这个奥秘。 在哪里呢? 在感恩圣事。 在这个密研究竟,我们说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,我们的精神饮料。 那,这个就是刚才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,他看见他们,怜悯他们,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 并开口教训他们,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 所以,在感恩圣事,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话,我们听福音,我们听天主的圣言,也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,我们的生命的食粮。 阿们。 阿们。